第一局比賽即將開始 版型為玉女烈白 有請主裁判入場 請各位選手抽取身份底牌 全面答應 請各位選手確認身份底牌 倒数十秒之内请待亏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 你就会蹲在夏之道里怀疑 人生 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沙没有露脸 而端在夏之道里怀疑人生 如果你玩狼人沙没有露脸 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而闷闷不乐 如果你闷闷不乐 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 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 你就会不小心闯入神秘实验室 如果你闯入神秘实验室 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 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 你就会蹲在下之道里怀疑人生 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没有露脸 而蹲在下之道里怀疑人生 让他想靠近的味道是什么 是果香融合木香 清新宽广的男人香 清新陈玉张扬克制 灯水调香团队打磨调制而出 三秒发泡 泡沫绵密 舒缓不紧绷 不留下疲惫 让你的吸引力持久弥漫 亲爱男友留下沐浴路重磅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整理表情 想要上行的选手请先举手示意 5 4 3 2 1 天亮了 竞选警长环节 请举手的选手将上行灯点亮 竞选警长的选手有 1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5号选手开始发言 吓死了 带着呢带着呢 那个没啥 那个我没想到我第一个发言 我如果要说中间或者后面的话 大概梳理梳理逻辑吧 没什么特别的目的 我其实看我是看了一些 但是我想留在心里头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看得不准 我要结合发言 对吧 所以空给好人和狼 我是一定给不出来的 谁像啊 2号玩家一个人在景下 4号人不 没关系 反正我就听一下后面的发言吧 我也不会什么退水流 什么这那的 我从来都不流啊 然后什么听了铁好人 我退水我也不会的 就是第一个发言 我就假大空一下吧 然后就过了 6号选手请发言 我验了3号玩家是精水 第一警会留燕5 第二警会留验一下9号 那个我第一天验3号玩家的信用历程是这样的 因为3号玩家虽然打的不是很多 但是他前面打过一次比赛 他有两局是匪徒都活到最后的 我对他的发言印象相对比较深刻 我是认为3号玩家是一个摸匪徒 发言质量相对比较高的玩家 所以我摸到预言家优先定义的3号 3号玩家是好人 我第一警会留会验5号玩家 因为 其实5是X身份吧 我觉得5号玩家其实单点问了2 其实也问不出什么 我会觉得稍微有点填充 所以5在我前置发言是一个X 我会优先禁验 而且5号玩家我认为是相对来说 听发言能力比较强的 假设5如果是一个精水牌的话 也没有关系 那么我如果出局之后 我希望有一个听发言能力比较强的 辅助我的精水一起去归票 那第二警会留压下警后的9 也没什么逻辑 就随便往我的左手边去验一张 警下的2我是不太会去禁验的 因为我觉得警下只有一张牌 这种格局就很简单 我觉得2号玩家是匪徒 可能也不太会选择到狗 如果没有双爆的轮次的话 就是如果有对变的话 所以2我就会看他的票行 暂时不禁验 所以我的警会留是先5后9 第一天验了3号玩家是好人 后置的玩家就可以开始点评 发言和站边了 好吧 我是预言家 我过了 7号选手请发言 发言挺好的 实话实说 发言挺好的 第一个发言的预言家 第一个跳预言家的人 发言成这样子 我觉得至少从警会留 一人心路历程 包括对警下2号玩家的判定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唯一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我上警师来分享我 昨天看牌和结合警上的一些行为 想要给大家做一点分析 因为10号玩家正好今天也在场上 每一次我保人 或者是打人在警上的时候 他总是说我在空保 对吧 那总归好人上警要做一些事情 总不能一直说过 或者是付一些无关紧要的盘 或者说什么 昨天我在路上面 怎么下大雨这种东西 对吧 我只能分享一些我敏人的东西 看有没有人跟我看到的一样 如果有产生共鸣 两张好人牌就能互保 我昨天拿完牌以后 我说我一定是个大身份 看完牌我就随便说了个卧槽 然后我就听到8号玩家 在后面也跟着我说了一句卧槽 我不知道他是个啥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有身份 我觉得8号玩家一定有身份 我觉得警下的2号玩家 可能像好人 其实上警5号玩家在发言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3号玩家像好人 我其实当时看3号玩家的时候 我觉得3号玩家挺像个匪徒的 因为5在发言的时候 3号玩家一直在低着头 自己弄自己的水果 就是基本上没有抬过头 也没有去跟5号玩家对视 也没有看一看后追 有没有谁是预言家 3号玩家其实在井上的管理 我觉得不是很像一个好人 但6给3发了个精水 所以我决定听听3的发言 我只是单看表情 我觉得3号玩家可能 有点想掩饰自己内心的一些 内心活动的 所以这是我井上本来想判定的 就是8是身份 2号玩家是好人 3号玩家可能有点像个匪徒 但是听完6的发言 我要再去听听3 好吧 井上就先不占边 我只是觉得6号玩家发言不错 过了 发言结束请喊过 过了 8号选手请发言 我听完6号玩家的发言 我认为发的是可以的 像7号玩家说的 6号玩家作为井前第一个发言的 跳一玩家的牌 我感觉他的听感 就比较是温文尔雅的 他也比较从容不迫 他流那个59的井上流 我也是比较能认同的 所以没有听6号玩家的 个体发言当中听出什么狼面来 那个前之位的5号玩家 我是认为还可以的 首先5号玩家拿完牌之后 我是看着你的 他拿完牌之后 眨了眼睛 然后冲我来了个wink 我在想 他是个狼的话 应该不能心那么大吧 然后 那除非他演到我了 我当天5号玩家井上的发言 也是没有抓住狼面 当然他是井上第一个发言 他也没有逻辑延展量 是个狼人 可能不会露出太多的破绽来 6号玩家作为 第二个发言的起跳牌 他把前之位的X牌 他认为的X 5号玩家经验 我认为是可以的 他给3号玩家发了个金水 我认为从某种层度上来说 也是有意义的 也是有力度的 我比较捉摸不透的是 7号玩家的发言 7号玩家 你可以认为我是身份 因为我跟随着你 来了一句感叹词 但是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能空给 2号玩家是好人身份 你说10号玩家 总说你是空给别人 好人或者狼人的身份 那你分享出来 敏人细节不就可以了吗 比如说你以为我是身份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是身份 但2号玩家为什么是好人 是你没有分享的 我是特别关心 2号玩家底牌的 因为我们都摘亏的时候 2号玩家打了个大大的哈气 我觉得那一定是演的 那个2号玩家 我早就听说你是演技流 那个演技惊人 所以我特别怕被你演到 2号玩家打完哈气之后 瞬间收起了那个哈气 一完事之后 突然笑了一下 所以我认为你一定是演的 我不知道你是好人演 还是狼人的演 7号玩家能直接给你警下 为一张牌好人身份 我认为7号玩家特别 触摸不透 所以我会警下 主动关注7号玩家的发言 你说6号玩家发言是很好的 又说3号玩家表情可能不太好 那你到底是站边6还是不站边6 你也像在画圈 所以我认为前这辈7号玩家 可能听起来比较偏下 没了 我认为6号玩家发言还可以 过了 9号选手请发言 我把8给验了吧 我验了11号玩家是个狼 验11是因为11号玩家 他比较做主 而且他自己赛前都说了 他说我自己的好人 我自己的群里的小伙伴 都说我发言像个狼 所以我怕11号玩家 在场上不能被大家认下 我冲精髓去验的 验出来底牌是个狼 11号玩家 你脸也不要这么僵 因为你的同伴前这6号玩家 跳的 在我看来 如果我是个汉跳 可能没有这样的水平 能发出这样的言 但是你自己的脸色 就已经出卖了你 我认为7号玩家 虽然说要站边6 但7号玩家跟6 可能不太像见面 因为6发的精髓是3 3是什么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7号玩家 他又去攻击了3号玩家 所以3在紧后制 我是可以听发言的 3又是6发紧后制的精髓 那8号玩家呢 他虽然他说 他也要站边6 但7也要站边6 他去同样去攻击了7 所以8的发言 在我看来 没有特别的清楚 我就把8号玩家给验了 我比较纠结的是 2号玩家跟3号玩家里面 我去纪念谁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我应该去纪念 紧后制的3号玩家 因为6发的是 紧后制3号玩家的精髓 但是呢 我前面捕捉到了 一些小的细节 我又想听一听 3号玩家你的发言 那鉴于井下 只有一个2号玩家 井上呢 我已经有一个 汉跳狼人6号玩家 跟我的查杀11号玩家了 所以2号玩家呢 我就把我 把你放进我的井辉流 其实我前面看到了 你跟6号玩家之间 有一个眼神上的 一个互动 一个微笑 但是这个不能 放在你 那个保强老师身上 不能够 一定作为你是好人 或者是狼的依据 所以我还是选择 去敬验井下的2号玩家 因为如果2号玩家 验出来是精髓 井前志 我认为7跟6的发言 不太像见面 他们同时又都告诉我 5底牌有可能是个好人 11又是我查杀 验完之后 我们可以从返回井上 去挤廊坑 去听我们井上 剩下牌的发言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那个 就是我一个预言家 可能也发言不太好的 一个预言家 想展示的所有的视角 跟我听完前置牌的发言 跟我的汉跳牌的发言 的发言 发言先到 10号选手请发言 我觉得发言都挺好的 其实我前置位听 就是说先不说 因为6的发言室还行 我是因为7号玩家怪的 7号玩家 因为他是说 我要分享 闽人信息 那你分享完以后 你认为6发言挺好 然后你一直在分享 你觉得3 你用了很长时间 大概30秒时间 来描述 3号玩家像个狼 那你听6号玩家 很好就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就是 要么就是你 你分享闽 没有意义 要么你认为 6号玩家发言挺好 没有意义 就你两个很矛盾 就如果我认为 6是个预言家 那我就说 我看错了3 我就不说这句话 不就好了 所以我当然觉得7不好 但是其实9号玩家 验8我也能理解 因为 我觉得6 7 肯定不能共面 因为如果6号玩家 是个狼人 7就不可能说去打3 就是就 就肯定他不能是 6的同伴 所以他验7 验8我也能理解 因为8是打7的 但是反正 其实重点 说还有11号玩家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他扛推 但是 因为我听两个页家 我是真的没听出来 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前之位 6号玩家 其实他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 唯一一点就可能 是对5号玩家敌意 我觉得有点大 因为你没说他是狼 但是你说你验他的理由 是说他的发言 有点填充 好像是X 然后如果他是好人 能带队 但我认为 因为你没有听过 任何发言 你知道3号玩家 是你的金水 那5其实按你的心路历程 就5不发言 你也可以验他 因为他可以带队 但是你说的填充 我觉得因为他的发言 就是X 30秒 然后7的问题我也讲了 然后8当时是打7 我觉得当时8向好人 但因为9是验了11叉沙 所以他验8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就听听11号玩家发言吧 然后景下斩鞭了 别的没了 我过了 11号选手请发言 我认为9号玩家 在这个位置 不太可能是诈身份的 他是汗跳 那个我把我身份拍出来 我女巫 10号玩家是营水 所以其实10号玩家发言 我都没有怎么太听 对我觉得 9号玩家既然发言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狼人 你们不可能说 白嫖我 你们必须跳一个女巫出来 那个6号玩家是预言家 我对前周围点评是 我不知道5号玩家身份是什么 7号玩家发言怪 你怪在你认为 景下唯一张 2号玩家是 那个好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 发出这样的言 而且你说 你看3号玩家 不太好 为匪徒 然后6号玩家 那个又挺像预言家的 我觉得7号玩家 那个发言是有矛盾的 我觉得8号玩家 会比7号玩家发言好 以至10号玩家 是我的饮水 那个我想一下吧 那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可能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发言 比较强的选手 所以9号玩家 在这个位置给我发茶杀 一定是想靠这个来扛退我 可惜我这把是有身份底牌的 所以9号玩家请你出局 好吧 我是女巫 饮水10号玩家 12号选手请发言 其实这两个人 我当时是有很多反馈的 那个9号玩家 拿完牌之后呢 他就不断地 在往我们这边看 我当时在想 我拿了个好人 他拿了个什么 那个眼神 其实比较 比较犀利 所以我在想 他有可能是拿了预言家 再看名挂项 莫谁怎么样 其实我当时 听了6号玩家发言 我就想铁站编腻了 就真的很想铁站编腻了 但是9给11发茶沙的时候 11的表情管理真的很差 你是女巫 你怕什么 对吗 你不要说什么 你要对跳的那个女巫 而且10号玩家是你饮水 因为我跟你是两个人 摸了最后的两张牌 我本来就对你这张牌 就很好奇 好奇的地方是 因为我是个好人 本来我想问11 你摸了什么 你摸了好人还是狼人 但是我会去听的 其实6跟9 两个人发言都不差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 9号玩家去敬验到8号玩家 因为7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他说 那个8号玩家 有可能是个身份 他说几下 2号玩家有可能是个好人 所以敬验到8是不太好的 那个6号玩家敬验到5 其实也是 就像你对5号玩家敌有点大 虽然他的发言比较简短 我就不知道他在发什么 但是有可能是第一个 所以也不能要求太大 我会再去听听的 一定会有两个人对跳女巫 对吧 那我就对跳女巫发言 30秒 好吧 我也看了3号玩家 那个6给3发精神 那一刻 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种 不可思议 是不是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 所以我会再听听发言 真的 我当时听了6发言的时候 我就想铁战鞭 基本上后面谁跳 谁怕死 但9号玩家跳的真的不差 好吧 我不是女巫啊 就这样吧 过 1号选手请发言 那个 我觉得6是冤家 他8 2的警察 我是觉得 你留8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8是战斗6的 那怎么引导2的呢 8是为什么攻击7的呢 他说7为什么能凌空 把2给保下 那你觉得28像是 外之为一个X牌 在8的眼里 其实X牌 他就保了他的狼同伴 所以你怎么能觉得28是两狼呢 我也是 8号玩家比较好奇的 因为 最后一个看牌的 看完修理片 扔到台北自己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 我也是注意到了 就 像是眼 但我没有说你是狼人 我只是好奇 你为什么要会有这样的操作 就跟8号玩家一样 我也是想的 6号玩家唯一一个点 是因为 为什么 不知道是我没听到 还是你没说 这是我没听到的 但是我觉得9号玩家 连8的警察6 就不太能 是个冤家 就这样吧 过了 3号选手请发言 3号玩家发言 首先如果 金水反水 是不是全场最美啊 开个玩笑 我觉得6号玩家蛮像的 首先 我是比较诧异的 就如同12号玩家说 因为我觉得 不太 我这张 这个 就位置能吃个手验吧 那6号玩家起来说 验了我 且说 因为我第一 就是 季后赛第一轮 我确实拿了两张 狼人牌都活到了最后 他说 用这个心路历程来验我 认为我底盘拿了张匪徒 比较容易存活下来 来验我的 我认为 如果他是个狼人 用我这么久之前的比赛的 这个数据来骗我 那我就被他骗一次 也骗一次吧 是这个样子 他验我的心路历程 让我觉得他比较像 所以我回答1号玩家 6号玩家紧上是说了 验我三的心路历程的 其次 就是如同 我认为 就是 8号玩家所说的 因为我是看完牌之后 我就看了 四五八三张牌 四五八三张牌 4号玩家摸完牌 就一直在笑 我在想 4号玩家是摸了什么牌 在笑 我认为4号玩家 可能底牌是摸了一张 就 飞狼忌神的牌 但是后来 我就想想 以我对4号玩家的了解 他最喜欢摸的是 平民牌 所以我不知道 4号玩家是摸了一张 什么牌在笑 那就我要听四号玩家的发言 那 五八的话 我是看到他们两个队 是且在相笑的 所以8号玩家 把井上的这个信息 分享出来 我认为8号玩家 就比较偏好 30秒 且前之位的7 他给井下的2定义为好人 如果9号玩家在这边 我认为你是最先 要去定义7的 因为7打我3 就是面相为狼 他保了井下的2 你去定义了7 可能更好地去展现视角 所以我在井上 会去站6号玩家的边 我底牌是个好人 且11是跳女巫的 我底牌也不是 我认为12和9 可能是共编 好吧 我认为8项好人 57就不能给身份 目前 就1号玩家也在听听 别的就听4号玩家吧 过了 半时间到 4号选手请发言 一般不是跳女巫的 狼就自暴杀他了吗 那马上就会变成双暴局 如果他是女巫的话 不就自暴杀你吗 然后你读谁呢 你读汉跳的吗 那你跳女巫干嘛呢 我觉得你是女巫 就大可以不跳啊 因为井下 你就出一个 再读一个 再立个身份 是不是就有逻辑 所以我不太知道 11号玩家 因为你是女巫嘛 因为没法聊你 我觉得12号玩家 发言好奇怪 因为在你眼中 6号玩家很像语言家 当11号玩家 起跳女巫的时候 是加风的 也就是说 你心目中语言家 被发查下的人 一个是 两个都是警察 一个是语言家 一个是女巫 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 会觉得6号玩家 你还要质疑啊 你不是说 听完6号玩家 就很像语言家吗 那11号玩家 不是女巫嘛 那在你眼中 他不就是语言家吗 为什么你还要质疑 所以说 换玩家发言 没怎么听懂 我摸摸牌效果吗 对啊 那你在我理想 你效果吗 不能点头了 对吧 不能点头了 别点头 别给反馈 如果有VCR 可以看一下 我到底有没有效 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效 这个无所谓 我是觉得8号玩家 起来 沾完亏之后 好有身份 不太清楚你是什么 所以听一下 这是闽人的东西啊 就是单纯的闽一闽 8号玩家 觉得你眼睛发光 就好像行动过一样 所以8号玩家的发言 我是要听的 这是闽人的 就闽人 我是闽了8号玩家 听发言 觉得10号好像 发言有点奇怪 那假设11是女巫 那等一下就 我们就退个水 好吧 就321过了 退水 竞选警长发言完毕 退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人在井上的选手 有6号 9号 11号 请井下选手 代亏投票 请代亏 开始投票 5 4 3 2 1 停止投票 2号 投给6号 投票结果 6号当选为警长 昨夜平安夜 请其余选手全部退水 9号 11号请退水 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 警左或警右 7号选手请发言 我请上攻击3 是我说他面向看起来像个匪 但是由于6给3 发了一个精水 所以我需要再听听3的发言 可能我敏错了 我听完1的发言 我觉得1是好人 我觉得1号玩家 可能是个好人 为什么2想好人 你们1跟8不是说了吗 他张安奎表情 我也看到了 我觉得他那个样子 除了打了个哈欠以外 还有他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累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个平民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累 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是演的 跟你们明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2号玩家 可能像好人 回答一下10号玩家 我也说了 定义3是怎么定义的了 我觉得3可能不好 但是由于6给3发精水 所以我想再听一听 我听完3的开口发言 我就觉得3号玩家 可能是个好人 我觉得1 2 3 7是3张 4张好人牌 我觉得9号玩家不是很像 但是11号玩家的发言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 不大像女巫 我甚至在怀疑 会不会是狼茶沙狼 因为8号玩家 我听完发言 我觉得像匪徒 9号玩家发言 我也觉得像匪徒 9像匪徒的点 就是定义我这张7号玩家 因为我7号玩家 觉得6号玩家发言不错 但是我还是强打了一手3 我说6号玩家你的精水 我看起来很像 像不像 像不像一个 不知道后织怎么评价我狼同伴 但是我想去找个理由 看一看我后面要怎么战边 因为我是第一个评价 我狼同伴的人 所以9号玩家会在7 8里面 觉得8号玩家 比7号玩家行为怪 我就觉得9号玩家 可能不是很像 因为我见过很多 这样子的狼同伴 先打一打他的精水 不知道怎么战边 因为6发言真的不错 但是我又怕后织徒的 正义人家发言很强 所以我先找个理由不战边 所以我觉得9号玩家能 保下我7 可能是9号玩家厉害 对吧 但是我觉得7 8里面 我觉得可能会经验7的收益 会更高一点 就9号玩家去验8 我就觉得极像是两张狼人牌 在互作身份 11号玩家再发言吧 因为我现在打8也不合适 因为1 3 4 三张牌都没有跳过身份 12号玩家也没有跳过女巫 所以能跳女巫的牌 只能是8 5 我自己也不是 10号玩家 对吧 如果是单边女巫的话 那可能 9号玩家就直接出局 如果不是单边女巫的话 有可能8号玩家真的是个女巫 因为大家都说她有身份 对吧 所以8号玩家我要吃个保守太多 我只是说我 我只是说我 我只是说我井上的想法 好吧 不代表我井下一定会踩8号玩家 因为8号玩家没有跳身份 且我井上就觉得你极其带身份 但凭你的发言 我觉得你特别像个肥徒 因为我觉得 6号玩家最加分的就是去验5 因为我坐在6这个位置验了三十个精髓 我就会总是会觉得4 5里面可能开匪徒 这是一个张 我觉得疑似预言家的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他可能不会说出来 但他想验5我觉得没毛病 因为5号玩家没有发出什么特别像好人的言 X的身份 那我就会觉得5号玩家可能偏不好 这就是一种在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6号玩家经常发言就很好 我觉得验5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1 3 4是三张好人 我是个好人 听8发言吧 过了 8号选手请发言 你还是像狼 你说听8发言像狼 8发言哪里像狼 你排8 9是两个的原因在于9号玩家 你见过很多这样的狼 把自己狼子有打进井徽流 那到底是他的行为 使得他跟我像同伴 还是我的个体发言像狼 是你没有给我阐述的 你认为那个9号玩家发言实在不像 你认为1是好人 2是你敏的好人 3是一发言就能听出来的好人 岂不说这个结论是很匪夷所思的 如果你这些结论都是你中心所想的 就4 5 8 9 12 5金 4就打死了 为什么这个话就说不出来 7号玩家 所以我还是没觉得你能排水 你还是很像匪处 你来攻击我 他们都觉得我是好人 但你觉得他们是好人 我是狼 你隔着他们 月塔枪杀 所以你是很像匪处的 9号玩家那个 我是真觉得你不像 像1号玩家说的 8跟2为什么能同时进井徽 我是狼 2是我同伴 为什么我会质疑他在演 为什么7号玩家一个位置 因为7 8不能是见面了吧 为什么7号玩家 一个我视野中的白牌 劲宝2号玩家 我会说你这样宝是不合理的 我要你给出我劲宝的理由 9号玩家 如果你是医院家 你就一定没有认真听发言 你今天我的理由是因为 我觉得6号玩家很像医院家 7号玩家是战边6的 我去攻击了战边6的7号玩家 首先7号玩家并没有战边6号玩家 7说6的发言不错 但他听3号玩家像 敏3号玩家像狼人 所以7号玩家井上偏话圈的 我是单听6号玩家发言是可以的 我也没有明确表示要战边6号玩家 所以你以我战边6 7也战边6 我去攻击7来禁验我 就是不合理的 禁验我就禁验我吧 就可能在你眼里 我是偏向6号玩家的 我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像1号玩家说的 2跟8是不太能做匪配的 你820顺验我认为是炸裂的 唯一的一点 你的医院价面在于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双抱砍 反正是我的话我就双抱砍了 确实像4号玩家说的 他不知道读谁的 所以9号玩家如果你是医院家 你就再重新调整你的发言 重新想你的位置 你听7号玩家本轮发言 还像好人吗 那因为我是总决赛 所以打得比较谨慎 我也不是开始型选手 所以我会谨慎地 跟大家分享我的信息 我也没把9号玩家直接点死 那按平时可能 你就直接磨得了 所以我会那个持保留意见 听听9号玩家的发言 给9号玩家10%的机会 7号玩家我觉得还是像浪 没了过了 9号选手请发言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审视度视 我就跟我的警同伴说一下 我个人认为呢 你今天就不用跳出来了 我出局呢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为6号玩家呢 他首先成体的发言 一定不会很差 他是一个玩得很好的玩家 你跳出来只有白送 我不想我们输得太难看 那个当然你也有你自己的选择 你也有自己的 你的战术和你的打算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我呢真的是个预言家 11号玩家呢 是我查杀的狼人 他现在跳了一个女巫 紧上我的视角是因为 6号玩家发的是三的精水 7号玩家说 6号玩家发言还可以 但是他本来认为 3号玩家不好 那也就是在我视角中 7如果跟6做成狼同伴 他是怎么样再去踩到 3那个位置呢 因为同伴已经给出了战术 我们的目的是去 骗3或者保3 那7如果是狼同伴 3号玩家就不太能 是367里面的狼 他目的就是骗3 或者说我们去做高狼同伴 3号玩家的身份 7号玩家为什么 还要再去踩3呢 是不成立的 8号玩家的发言 是踩了7的 那么在我视角中 你认为7不好 7说6号玩家底牌像预言家 你又是怎么认为 6号玩家底牌像狼 所以这是我今年8的理由 而且你们给了一个 特别伪的逻辑 那有没有可能 2号玩家井下是一个狼 7号玩家给错了身份 8号玩家因为 7号玩家给错身份 所以踩7呢 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逻辑呢 那个3号玩家跟2号玩家 我都不太清楚你们是什么 我是没有这么高的配置 说你们一定底牌 一定是好人的 因为你们都没有战鞭我 而且你们都井上 用墨须有的一些东西打我 3说我战鞭6 就是因为跟他玩了几局游戏 4号玩家我不太想去聊你 我个人认为 你有可能不太像狼 包括5号玩家 原因是因为4号玩家 你虽然攻击了12 但你也踩了11 我觉得你是个狼在城底 应该没有什么收益 5号玩家是全场前置位 除了7号玩家之外 没有人聊过的牌 所以5号玩家 我认为你有可能底牌 也不太像狼 不太在大家视野的焦点 那我去验8-2 不是正是一个预言家 才会有的视角吗 因为我定义了6是汉跳 11是茶沙 7是我锦上前置听的好人 那8号玩家验完之后 锦下的2号玩家 如果我还能验到 顺验的情况下 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个 锦后制的茶沙 如果除了他狼人 不选择砍我的情况下 我验锦后制的2号玩家 是不是更好的能证明 我底牌是个预言家 并且能帮你们去 排干净所有的逻辑呢 只是每个人 对狼杀这个游戏的想法不一样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用 你们的理解 强加到我的身上呢 我是个预言家 锦上把我所有该说的 该看到的东西 全都告诉你们了 把我能够定义的格局 都定完了 现在我不看 不太敢打太多人 那个我个人认为 6号玩家成体发完言 我是会出局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不希望 如果女巫 你看到情势不是很好 我希望你不要跳出来 我不希望我们说得太难看 11号玩家 反正今天白天 如果我死了 晚上你也是要跟我换命的 其他也就没什么的 你们就自己再去听一听 11号玩家发言 我是不能够 在逻辑上完全组成一条线 告诉你们谁是好人 谁是狼 我个人认为 有可能的好人 7 8现在我也不是 特别太清楚了 但是我有可能 7是好人 8是狼 也有可能 8是好人 7是狼 但是你们都在踩我 我要怎么打呢 我井上保了7 7说我是狼 发言先到 10号选手请发言 其实你井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首先就发牌了 总有女巫 对不对 那你是预言家 就总有个真女巫 而且那都发过言了 能是女巫的 不就是5号和10号吗 你说5还有可能是个好人 那我不是女巫 那不就只能是5号玩家 是你们的女巫吗 而且也没有什么说 女巫不能跳吧 跳就跳了嘛 对不对 就预言家听完以后 再听女巫发言 不是一样的吗 井下发言 我觉得反正 我是不能理解 就这些视角 然后井上听发言 我认为 1号玩家是最乖 因为1号玩家 当时不占边9的理由 是因为 8给2说 为什么保2 其实9也说了 那个理由是 就有可能保错 借着手去打7 而且藏藏视角 而且他也没说2是铁狼 只是说为什么保2 所以我觉得不太成立 说28一定不见面 而且重点是 11号玩家跳了女巫 你的发言就只有说9不像 你没有定义 11像不像女巫啊 那12号玩家反应是说 11号玩家 你怎么怎么地 然后我觉得怎么地 你的发言就只有9号 井回流是炸的 那没有人听出 好像除了你 没有人听出 9号井回流是炸的 只有你听出 井回流是炸的 就好像9号 就一定不是个预言家 那11你觉得 是铁牛巫吗 然后 7号玩家 井下保的人是 12 不是134是吧 1我听的是像狼 然后你是认为 我是好人吗 因为你给我解释吗 井下的发言 我也没认出 你像个好人 但是我就奇怪了 那你 你还告你 就目前听起来 就像是你告你 对我别跳了 那你就自暴 看我也不知道 为啥 不明白 反正没有女巫 那只能投你 就发言 就他报肥啊 什么6号玩家 报肥 那总得有个女巫 对吧 那没有女巫 你就投你呗 然后别的就再听呗 然后 别的没了 我觉得发明了 没意 就听5号玩家 跳不跳女巫 5号玩家不跳女巫 那就没有了 我们再听听别人吧 那我过了 11号选手请发言 我刚开始拿了张牌的时候 我是特别不开心的 但是 其实我 就 因为我被接到查杀了 所以我也很开心 为什么 就 就 我已经不用站边了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 这把就出九 他们狼 不自爆 肯定是 有一张牌 会出来跳女巫的 那肯定是5号玩家 5号玩家 你是张狼 6号玩家 是个预言家 3号玩家是精水 4号玩家 我觉得发言不太像狼 那个 7号玩家 这轮发言就很像狼 锦上锦下发言就很像狼 首先 你是先去攻击了8号玩家 但是 3 4里面 有张牌保过8 你却越过3 4去攻击 8号玩家 我觉得 很像狼啊 7号玩家 因为我以前也是跟你玩过的 我觉得你是好人 不太能发出这种言 那个 12号玩家 你既然认为 9号玩家 你既然认为 6号玩家 一定是预言家 那 我不就是一张 就是 反金吗 你怎么可能还会说 我发言 对啊 你 你自己说了 6号玩家一定是预言家 你就觉得我上狼 我不知道12号玩家 为什么会发出这种言 那个 我觉得狼 5 7 9 12 因为在我的视角 一定是会比你们清晰的 2号玩家能把票上给6 我觉得2号玩家是好人 因为他只有锦下一张牌 如果2号玩家是一张狼的话 他直接上票给9 然后再汗跳一个女巫 对吗 所以我觉得2号玩家是好人 1号玩家发言 X 但是我觉得1号玩家 暂时填不进去了 因为我觉得我视角狼可能有点满 所以我就给你们点啊 我心目中的狼 就这些 好吧 我是个女巫 我不太喜欢盘什么自刀的 第一玩 过了 12号选手请发言 我只想知道等一下你毒水 你真的别点了 我侍郎 你觉得我跟你对跳女巫 跳得过你吗 11号玩家 我很有自信 我把那么多的视角 都展现给你们 我说9 11 因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 我很那个 你认为7侍郎 我也觉得7女巷狼 没关系 你仅会留我 那个我等会让4号玩家跪着飙水 你的精髓也救不了你 那个精髓也救不了你 因为9刷怎么能共编呢 他跳女巫 我是认为6发言是不差的 但是你女巫跳的是很差的 你可以问问所有的人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跟9号玩家是狼队友 我就一定跟你跳 你觉得你女巫跳得很好吗 你女巫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而已 对吗 是6的发言好 不是你的发言好 任6号预言家 不是因为你 那个 我认为7号玩家 你很像狼人 因为你说1号玩家是好人 2号玩家空宝 怎么空宝下来 那么你又认为8号玩家是什么呢 我没有觉得8很像狼人 对吧 这个是饮水 我是好人 这个是精水 然后我认为8也不太像狼 狼坑只有12457 完了 你把12都保了 你把12都保了 狼在哪啊 你都会信的 只有5号玩家 你如果你是预言家 你绝对不可能发出这样的言 说什么 女巫你有自己的想法 怎么可能呢 这是天方夜谭 但是杰瑞发言真的还不错 我听到他第一警徽留了8 第二警徽留他说2 3里面我去开一个 好吧 真的 那个警徽你不要验8了 我把8保了 你就验我就可以 警徽飞到我脑门上就行 好吧 就这样子吧 过了 1号选手请发言 那个12号玩家 鉴于你是饮水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说警上 我觉得9号玩家 警徽留是炸的 那我告诉你 不是说什么8戒的 7的守候是怎么样 我的原创发言 我说 7号玩家是保了2 8号玩家是溃滩 2号玩家底牌的 他说你这样打了 他就 棉下之一 他觉得2号玩家不太好 那如果说9号玩家 他 那8号玩家 溃滩2号玩家底牌 怎么能够 8二顺验呢 所以这是我 我没有说 他的 半言暂停 继续发言 哦 说哪里了 哦 只是8二的这个身份 所以我觉得警上的发言 不太能够觉得 8也是狼 2也是狼 因为 他们是有可能 两个男子做身份 或者怎么样 但是 听发言不太觉得 这样的像狼吧 那个5号玩家的 警徽留是先5 是吧 如果说5号玩家 6号玩家的警徽留是5 如果说5跳女巫了 我建议你把8给验了 因为7 8打得太那个了 我是在你没发言之前啊 我帮你改的 你发言你管你自己那个 因为我怕他们自爆 或者是乱去吧 他们自爆就按照你的流 我只是给你的建议 我觉得7 8 因为5跳女巫 或者怎么样 他们你万一发不了言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5跳女巫 你就不可能去验到5了 我建议是验8 因为7 8打得太 太那个凶了 就是都 7不觉得8号玩家 有一次好人面 8也觉得7不以后 也太好人的面 没什么了 我警上也没觉得 11号玩家什么 跳得好与不好 我只是想质疑 你为什么要跳 我不管你跳得好不好 跳得好不好 是等会儿两个女巫 或者怎么样的 再去分派的 我就觉得你不太能够跳 这是警上至少 不太能够跳的 其他没什么了 那个过了 2号选手请发言 这个熊熊们 不钢铁运家吗 对吧 你要么就把8艳也演呀 那个小红啊 你有没有可能 打错12号 4号玩家 跟着野手去打12 你要想想 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你听完 今天12号跟11的反馈 相片是两个 我是女巫 十四饮水 我是女巫 十四饮水 战边6 把球 涂掉 把球投了 把11堵掉 好吧 就把8艳掉 8现在是逻辑基点 因为12给的8好人 你跟4号玩家 给的是12项狼 对吧 那么12这个位置 把8保下来了 那么你去验证8的底牌 8的底牌开出是狼 那么10跟 那12跟8就可以是一对 那4这个位置 就可以摘掉 那7 8里面 我们现在已知识 要出一个的 对吗 那么9是一张汉跳 11是张汉跳 女巫 我在女巫时角里面 我是最清晰的 他们两个是铁板钉钉的两个 那么我们只要去外追 去找两个 那么9跟11对5的反馈 不太像是同伴 所以说5就排掉 5排掉的情况下 那8就有好人面 那8有好人面的情况下 你就去把8打开 8底牌是好人 那12这个位置身份也上去了 那么12上去以后 那么你4这个位置 要进位子了 因为你是井上攻击过12的 那8这个位置打开是狼 那是不是4狼就裸坐了呢 是不是就8号 9号 11号 和12号了吗 就外追全是好人呀 我听浩克还可以呀 我开牌看的是17相比较像两个好人的呀 熊熊我跟你这样的对话 今天就投9 读11 好了啦 后面就没什么太大的视角难度了呀 他跳远家你们 还有人不信呢 我搞不懂 9号老哥 你发现确实蛮好 如果不是他跟你对跳的话 我可能会赞别你 但他跟你对跳 你就出局 晚上11就吃毒 我现在在怕 怕什么 我就怕石 如果你们外追的狼找不到了 你们就石跳个身份 好吧 因为就有可能是 他狼查杀狼 做你的身份 你再自招 这是最高极限逻辑 我这个人想比较多 因为9 当时汉跳以后 6起跳以后 在我这边定义是99% 那外追狼要怎么样才能赢呢 是不是只能给自己狼头漫发查杀呢 狼查杀狼 这是我想到的 所以说7这个位置 提前一步想到的91狼查杀狼 我非常想把7号玩家放下 那么这些就是我给你更新的视角 景辉在你手上 一人听你的 这把你是ADC 我是辅助 我辅助你 我只要帮你把11读掉 好吧 把9投掉就可以了 外出的狼牌 你去打开 你先别打死 你去听谁最像好人 分个T队 第一队的好人 第二队的好人 以及要跳身份的牌 哪些牌是跳身份的 全部安排好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就投9 独11 我是张女巫牌 10号玩家是金水 我觉得浩克还可以 逻辑基点的钥匙是8号 三号选手请发言 三号玩家发言 首先我是这个样子想的 6号玩家给我3号玩家 发了一张金水 11号玩家接了 9号玩家的茶沙跳女巫 万一我3号玩家底牌 是个女巫 他们狼队就拉包 是这道理吗 6给我发金水的 11如果是6的同伴 11跳女巫 我3跳个女巫 11就出局 我晚上请6就吃毒 所以我认为 锦上这个格局 11比较像那个真女巫 6像预言家 那在这个逻辑基点的情况下 我认为12打11点 11的点不太好的 就是我认为9跟12 共编的点在哪里 12告诉我 6号玩家发完言 他认为6号玩家 大概率是预言家 因为6号玩家发言好 但是他久在给11发茶沙的时候 12看了11的挂像 他认为11的面部表情管理非常差 那请问你听了11的发言 11的内容呢 你认为他现在 你就是锦下这轮发言 认为11发言也很差 我不认为11很发言 他告诉了你 前座一张时事饮水 他是个女巫 对吗 我不觉得他发言在差在哪里 你可以说他表情管理不太好 但是我不认为11跳个女巫发言 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质疑12的点 他认为11就表情 接了茶沙像狼人 但是发言是怎么样 我没有听到12的点评 所以12我是觉得 锦上一张比较矛盾的牌 那7号玩家这个牌呢 攻打你的人太多了 因为你锦上空给了2身份 你认为2锦下打哈奇 像张好人 但是你锦下第一轮发言 你又说你给出的好人身份是134 那请问2去哪里了 对吗 你明确给出的好人身份是134 那如果你把2也加进去 那就是1234 那就如同8说的 你的狼坑是很好给齐的 所以鉴于那么多人攻打7 我原本2没有跳女巫的情况下 我认为的1-4狼坑 有点像7-9-12 还有这张1的 因为1号玩家锦上打 这个9的锦会流 我真的是觉得很怪 然后因为我觉得 就1号玩家 7号玩家和1号玩家 这样隔空对保 现在2跳了个女巫 又要去保1跟7 所以我认为127这三张牌 是你有必要去定义的 6号玩家 12号我还是认为 他跟9号玩家共变 好吧 是因为我觉得他 那个说11挂项 但是没有点评他的发言 且9号玩家 在锦下听完11跳女巫 给10饮水 也没有给出10的身份定义 你认为11是个狼 他是给10 同伴丢一张饮水 还是去骗10呢 对吗 9号玩家 你说你禁验锦上的 你要2 3挑一个 前之位的7 8里面 你认为8像匪 7不像 那你认为7没有8像匪的情况下 7明确给出了 他认为2好人3狼人 你也不去定义7 这是我锦上没办法认9的 反正两个女巫都要站边6 对吧 那今天应该是9号玩家得走 晚上21 你们两个就互相解决 对吧 谁 谁活着谁是女巫 这是此逻辑吧 对吗 6号玩家如果不倒牌 那6号玩家就继续验人 我底牌是个好人 好吧 过了 4号选手请发言 我不太喜欢把命运 掌握在别人手上 我是猎人 今天听票投11 因为他也不能是狼 他不能是匪徒 他是匪徒起来跳女巫 说狼茶茶狼干嘛 我猎人听票投11 不许干我票 你是女巫 你是毒人 狼茶茶狼啊 因为他不能是狼 他是匪徒的话 他起跳 就是坐等 首先他推了他同伴 他同伴推了之后 他还吃个毒 所以他一定是女巫 10号玩家是我听保的员 他是保的人 你是好人 我觉得你发言也不太像狼 但有点刺激 好吧 有点刺激 我是猎人 还表水吗 12号玩家 我建议你跟时宜不太能是同伴 我建议你跟时宜不太能是同伴 可能是好人 但我不能跳警察宝太多人 10号玩家 10 12 3 可能是三个好人 好吧 今天听票投11 不许改我票 我不太喜欢什么狼茶茶狼 另一个狼跳女巫 然后你把这个人给出了 万一他是冤家呢 怎么玩 我也不知道怎么玩 但是11一定是狼 因为你是女巫 因为他不能是狼 所以6号玩家就不能改我票 你就不能改我票 好吧 因为我是猎人 猎人你不能改我票吧 先投11 我觉得11号玩家是狼 因为他不能是狼 2号玩家不能是狼 他是狼他起跳女巫 然后我说狼茶茶狼干嘛 所以你不能是狼 所以他一定是好人对吧 所以就把11投了 就把11low了 好吧 其他人我在听听 因为78里面 有点资料 因为78一定是要检验的 所以大家都在78里面去验一个 我不太清楚一定是谁 因为7号玩家 是保了134的对吧 我是好人 我是猎人 3号玩家也不太像狼 那如果他是匪徒 保成体的1号玩家 如果三个都好人 他就没有 因为5号玩家 其实可能是狼嘛 所以你就不太能是狼 所以我不太知道你 但78是要检验的 因为87打得太凶了 11号玩家 为什么武士定狼 我问你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为什么他是定狼 你不觉得他是女巫吗 在被动的起跳说他是狼嘛 你不觉得他是对手吗 所以定调头11号 好不好 我就多发点言 多发点时间 就定调头11号玩家 好不好 那其他就没成了 反正我是猎人 好不好 过 5号选手请发言 我才不会听你的呢 我沾边6 我不是女巫 进一道是吧 你能说服我 至少你要说服我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不是狼 所以9跟6里边 一定9不是狼 6不是原家 你说服不了我呀 逻辑上 那个9为什么不验3啊 他井下一圈 视角都没进3 11跳女巫的时候 他怕不怕6 3 6 11 33个狼同伴 因为他根本就不怕3 也跳女巫的 为啥不怕 你得用逻辑说服我 井会六流的 8跟2是啥呀 为什么井下一张牌 2号玩家是狼 是不是在他的视角里面 就直接冲票了呀 你觉得12不太好 是不是 井上其实 我听8是比较偏向好人的 7号玩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能同时 给出1 2 3 是3个好人来 听完3这一轮发言之后 他能给出 1 2 3 3个好人来 至少我没听2发言 在井上我也不可能排掉1 铁排1我是给不出来的 8我没觉得像狼 9号玩家打出 2跟8的井会流 你觉得有可能吗 有可能是吗 8号玩家井上 7先 那个9号玩家说 7是一次好人 7是把2给保了的 2跟8是狼同伴 8为什么要编一个理由 说什么打哈欠来打2呀 2跟8有可能是两个吗 没可能 为什么井下不能票研 12号玩家 为什么会觉得 6是钢铁语言家 然后看了那个 11号玩家的表情反馈 就单凭表情反馈 也没有通过发言 就直接把那个 11号玩家打成 一定不是牛 不懂 你井上打了12 为什么井下觉得 12不是狼了 还是怎么样 12号玩家 为什么会觉得 11说 11发过言以后 今天井下发言 12号玩家竟然说 你知道赌谁吗 他怎么知道 我不是女巫 跟11对跳呀 他说 他对话11 说你知不知道赌谁 我不知道9号玩家 为什么能 你的发言 能说服我你是语言家 我会战边 6号玩家 11号玩家 在接到查杀的时候 表情反馈 我没觉得尴尬 我还是狼吗 所以 战边 我会战边6 12号玩家 我有两个 特别质疑的点 就是你井上 说要铁战边6的 然后看完 11号玩家的反馈 你就不想战边了 30秒 还有 井下 为什么他在 11发过言以后 他觉得我拿不起 女巫跟11对跳 或者我不是一个 跟11有可能要对跳的狼 我就想弄清楚这个 今天我会在 医院家里 11号狼人之报 天黑请闭眼 我可以让你回到 案发那一天 行啊 等我的状况再好一点 不 就现在 上一 出来 下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3、2、1天亮了 昨夜双死死亡不分先后 6号、9号是否发动技能 5、4、3、2、1 警长是否移交警徽 移交警徽请给号码 5号当选为警长 请6号、9号选手离场 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 警左或警右请给号码 7号选手请发言 为什么我会觉得8号玩家像匪徒 因为基点就是我觉得9号玩家不是个预言家 11号玩家发言很像个匪徒 我怀疑Jerry打的板子就是狼茶杀狼 那么第一收益是什么 第一收益就是第一警徽留留的是匪同伴 11号玩家起跳一个女巫 骗真女巫出来 第一天不管是11自爆还是两张预言家头 真女巫一定会在晚上面独走6号玩家 9号玩家白天就一定能说话 能说话的情况下 8号玩家就是他一定能爆出来的精水 极限的板子是5、8 本来我想的是5、8、9、11 可能是4匪 在我听完全场人的发言以后 但是现在我听完的发言可能是8、9、10、11 4张匪徒牌 10号玩家真的有可能是阴水狼自刀 因为我觉得6号玩家是预言家 5号玩家接了警徽 1、3、4 是我锦上听的三张好人牌 因为3号玩家开口的发言就是 是不是精水反水全场最美 然后看看6的表情 然后说算了开个玩笑 我觉得3号玩家跟6号玩家 就不能是两张狼人牌在互作身份 所以3是个好人 且6号玩家我又觉得发言不错 所以就是我锦上 可能看面相定错了3的身份 所以1、3、4是3个好人 虽然2我在锦上 看面相我觉得2偏好 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保他的理由 所以我只保了1、3、4 我三张听过发言的牌 9跟11 我觉得是狼茶杀狼 12号玩家 其实我不知道是个啥 只是因为12号 如果底牌是个匪徒 其实按道理说 可能就是7、8两张牌 在互打打错了 12号玩家 在利用8的手去打7 因为很多人去打7 所以唯一不确定的就是12 但是我觉得如果1号玩家 唯一不放心的 就是1号玩家 40个枪 如果1号玩家 我没有保错的话 我觉得可能 英水是个狼人牌 因为12号玩家 底牌是个狼人 唯一的收益就是7、8两张牌 是两张好人家互打 他需要让6号玩家去验8 8是个好人 把7号玩家给抬走 这是狼人唯一的迎面 所以我觉得10号玩家 可能英水牌辞到了 如果124 1234里面的1号玩家 我没保错的话 好吧 8、12里面出一个 我觉得10号玩家是匪徒 我本人可能想去投英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想去投英水 再听听吧 我觉得狼人可能是8、9、10、11 4个匪徒 好吧 你想投我就投我 无所谓的 反正我保的人是好人就行了 我不知道8号玩家 凭什么5号玩家 在井上发言就是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但不知从何说起 然后8号玩家 就能把5号玩家 保成好人 7号玩家就是个匪徒 且我评价的井下的 1、2、3、4 我觉得可能没有错 那么我凭什么是个狼人呢 对吧 当然4号玩家是个枪 后续发言就 后续发言吧 4号玩家我觉得跟2号玩家 可能都能保得下来我 如果2、4两张牌 都保下来我的话 你要出我就是不合理 对吧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在 8、10、12里面投 如果8、10、12里面 有一张牌是白痴 这个游戏就会结束得很快 好吧 我是个平民 就因为我说 我是个平民 我装了一波 说了个卧槽 所以8号玩家 跟着我说了个卧槽 8号选手请发言 我平民 警惕领先就交身边挪打 7号玩家 你是狼你就是心态狼 你太憨了 8、9、10、11这四个 我是接受好人 盘极限逻辑的 2号玩家也盘过 极限逻辑 认为10号玩家是狼 但他也自己说的是极限逻辑 你这把要投10号玩家 我觉得你不是穿成线的 你盘8、9、10、11 我接受好人 就是打错了很多位置 但我接受不了是 你成为一个好人 你后来又怀疑 12号玩家可能是狼 7、8在互打 两个好人打错了 你这边唯一 放心不下的是1号玩家 你又怀疑 10号玩家是狼人 到底谁是狼人 为什么不能穿成线来 你说你是好人 出你也行 那个又说5号玩家 如果隔着2跟4出你 就是不讲道理 那你到底是能出 还是不能出 好人 好人为什么会发出 这种不合心态的言论 2号玩家 我认为最像狼的是1跟7 你认为1跟7是好人 我就不太能理解 因为12号玩家 因为我知道我是好人 12号玩家是把我保下来的 要求他自己被禁验 所以我对12号玩家 好感度是极高的 他跟那个7号玩家 成立为两个 他就不会禁保我 去攻击7号玩家 让他自己禁验 1号玩家是在12号玩家 明确要求保了8号玩家之后 让那个愿家去验我的 那1号玩家 你对于12号玩家的定义是什么 你认为他是狼人还是好人呢 是好人为什么不劝12号玩家 因为你是怀疑我的 如果你认为12号玩家是狼人 为什么会隔着那个12号玩家 来去禁验一个 被12号玩家劲保的我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 7号玩家是狼打得太汗了 他真是什么都敢打 女巫给了他一个突破口 他就顺着女巫那个突破口 全程留下来了 他想投饮水 他觉得我是狼人 他觉得那个12号玩家 可能在12的视角里边 七八十俩好人 又放心不下1号玩家 为啥放心不下1号玩家 你是怎么保下1号玩家的 我都没有理解 为什么1号玩家就放心不下了 5号玩家你自己去判断 你去定轮次 那个我认为一根棋极像两个 你在参考女巫的意见 我希望2号玩家你是好人 你就认下来我 因为你一定是女巫 就像4号玩家说的 你是狼不会在那个位置 起一个女巫的身份 12号玩家在11起他完女巫之后 问11号玩家你要读谁呀 2号玩家是个狼 不就明摆着告11号玩家 赌我吗 所以2号玩家不可能是狼人 那个位置我们想的也是一样的 我唯一不确定的是 那个9跟11是不是狼采狼 但这样的6 9双死 那就是2号玩家 把9号玩家赌掉了 所以那个他们是砍的6号玩家 狼人为什么自爆 11号玩家为什么自爆呀 因为前这位的5号玩家是好人吧 3号玩家是金水吧 他们在怀疑7号玩家的底牌 所以6号玩家如果更改景会留 你们认为他会留7号玩家 还是留8号玩家 是不是大概率会留 大家名号人 认为不好的7号玩家 而11号玩家他只狼人 已知自爆的狼人 他的工作量 全部在做7号玩家的身份 他的发言内容 是保我去攻击7号玩家的 如果11号玩家不自爆 警会留到7号玩家 7 9双三郎格局就白打了 这是我给各位剖析的 7号玩家所有怀疑 9双死狼采狼的逻辑 确实是正确的 但二玩家你想不想过 你是女巫 你能想到 她为什么能想到 发言先到 10号选手请发言 哦 那你为啥觉得1是铁狼啊 他觉得12因为保了他 所以12是个好人 所以就只剩1了 哎呀 7 8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82 因为我们认识了12的点 在当时是认为 11号玩家是个女巫 然后12是那么说话的 他不像9的同伴 但如果9和11是狼叉叉狼 那12就很像 说我要是个女巫 什么我不会跳之类的 我觉得没意义啊 那好人为啥说 自己会不会跳女巫啊 我觉得就根本不是表水的点 就我是个狼 我就跳女巫了 我觉得不是 而且事实证明 谁是狼都不能跳女巫 因为11跳女巫了 然后78的话 7号就能打我 7号发言的问题是 他认为8 9 10 11 然后他放不下12 有可能保错 1也有可能保错 还有可能8号玩家 是他打错的人 那他其实都打 打错了以后 那也不是 就是你的视角力 也展开不了 8 9 10 11啊 你有那么多未知的呀 但是他就疯了一样 就要投饮水 可是是狼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狼 因为8号玩家这轮 他打1 他也没讲1的理由 他就一直在说 7号玩家发言问题 他说他保12 这一句话 因为12保了我 所以12是个好人 但我觉得12的好人 是不是给不了 因为40名的好人 50名的好人 都觉得12是狼 那你也没参考 你觉得12保了 你那狼人也可以保你 12为啥 就一定是好人 上轮1跟我 就是回馈我的 我听懂了 而且 反正至少我听懂了 听懂了 我觉得你是狼的理由 就没那么成立 然后就再听听12发言吧 我觉得目前我听起来 可能是否812 可能是吧 然后听听后嘴发言吧 我听的是812 我过了 12号选手请发言 你要投我问猎人 同意不同意 那个其实 我知道你为什么站边6 我同样也是 为什么站边6 但是你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你们没有坐在 我这个位置 你们没有看到 911两个人 9给11发 茶茶的时候十一的表情 跟9号玩家的演技 真的把我演到了 真的把我演到了 所以我当时 我听完五发言 你铁狼中的铁狼 就扣在墙面上 扣都扣不下来的 拧巴得不得了 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呀 我是狼 我让6号玩家来 验我干嘛 告诉你们三个狼 911 12 我跟你赌现在 我不跟你赌的 我不跟你赌 有什么好赌呢 对吧 而且我保的是8 你认为8是狼吧 我认为8不是狼 那个我认为7还是有问题 但是你今天打的 是8没有打你哦 是7打你 打你是狼 为什么8是两个 那个1号玩家 为什么要对他标水啊 他说你是赢水啊 我来跟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要跟赢水标水啊 我实在不懂 没关系 我觉得女巫能听懂我逻辑 那个我本来有一个 这样的想法 你听着 6号玩家自刀 给5号玩家做金刚狼 我本来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真的听了5发言 这个是不是钢铁狼人 二是不是钢铁女巫 为什么不能投钢铁狼人 6跟9 9有可能是预言家 不代表6一定是钢铁预言家 这个是不是钢铁狼 投11有问题吗 你告诉我 我才不听你的 这是民警察 民警察出来带队 你告诉我 我才不能听你的 所以如果 9号玩家是预言家 6号玩家是狼人 他就算不死 两天不死 你觉得我们还能信他吗 我知道 我也是同样 我懂 你懂 大家都懂 但是我听发言是不错 但是他跳女巫 我底牌不是女巫 为什么不能质疑他呢 你们不是女巫 因为我不是女巫啊 所以那你就跳女巫吧 我是平民 我听你猎人跳出来 不太像 我都会挂你的 我就这样心 所以 那个 我是真的 11 12不能是两个吧 对吧 真的要狼采狼 我觉得912狼采狼 会更精彩一点 因为11的发言 真的很奇怪很奇怪的 所以你自己去想想看吧 那个 1号玩家是这样子 那个 你是听完我发言 30秒 对吧 你对我是没有做点评的 不做点评的 你就说 你就去把8号玩家 敬严了吧 为什么呀 我都说了 验我 你为什么要去敬严8 我说8 我验了精髓 我保8 但是你说 宁水啊 我跟你先说一说 说完之后 他说你就要去把 7 8 因为打得太厉害了 不用打呀 我保8呀 我觉得8发言 真的挺好的呀 如果他失狼 我觉得发言确实好 震撼到我 那我怎么办 我不是老二 如果你真的是那个真精水 真精水 发言先到 1号选手 请发明 请发言 他说他保8 那是验8吻 还是保8吻呢 他说我为什么跟10标水 那10在我的视角里面 当时他没跳出来 10是饮水啊 饮水对我产生了质疑 我对一个疑似饮水 现实知道是真饮水 有可能是个好人的牌 他对我的质疑 我对他的解答有啥问题吗 说我为什么要跟银水标水 那银水对我有误会 我不跟他标水 我跟你去说 你去说给10听吗 而且 我跟7 我觉得8号 你是不太能 那个啥的 你不太能是那个好人 你觉得 是吧 所以你视角里面进不到他 你的主要在7 后面在我 为什么1号玩家 会被大家保下来 那你去试想一下 当时我说 我改他的警惠流 我是说如果说5号玩家跳女巫 后置为那个狼自爆 那5的警惠流是 6的警惠流是5 那所以6就不可能去验到5 我说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去验8 为什么验8呢 因为7 8打得太凶了 我当时在7 8里面 确实没有听出那个狼 那你觉得 你们你们觉得 如果说8号玩家底牌是个好人 我让孕家去验个好人 那是不是那天就要出7了呢 因为我说7 8里面 不太打得太猛了 不可能是那个两个什么 对方都不觉得 对方有一丝的好人面 你这票6是真的秀 是真的很 所以你是那个 叫什么的 我是觉得今天头8 明天是12PK 为什么上玩家 你是个营水 我还没有把你给排掉 我自己有我的原因 我自己有我的原因 我没有把你给排掉 因为你虽然跟我对话 你说我对你的解释还不错 或者怎么样的 但我是没有把你排掉的 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你 我不太方便讲出来 所以说 12号玩家 12像狼吗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很像狼 所以我觉得是80 你去定12的身份吗 我的逻辑整篇 我全都跟你讲了 我是觉得 上玩家 他这个头11的好 我是肯定会跟着他头的 而且6怎么可能是 那个狼自刀呢 6号玩家吹口气 11号玩家 611是两个狼 6号玩家吹口气 9就没了 因为有2号女巫 要去站边那个6的 9不是吹口气就没了吗 10年没这表自爆 其他没什么了 我是个好人 投6的话 可能 你是那个 过了 2号选手请发言 身份呢 一跟十跳呀 身份 平民跳呀 十不跳身份 明天上PK 我不保的隐身 今天我想把八头掉呀 我跟你们后主委开会呀 现在我们是 四个人对吧 四个人有什么 两个女的两个男的组合吧 帮我想一想 没有的吧 没有的话就评委 就会主任开会啊 你是主任 我们是副手 一个人发表一条意见 然后一天找一个好人 保下一个 明天再保下一个 再推两个就可以了 我其实不是觉得一特别像郎的 这个是我第一个先跳出来 给你们 举个手 报告 这个一号不是很像郎 如果说后制委 三个小组 就是领导 觉得他像郎的话 你们也可以提上日程 首先 他是改景会留的 那同理可证 十二张牌 也是需要六号玩家去验十二的 所以说我这轮想排的是一跟十二 没关系的 这只是我的余见 你没有自己想法的 到时候你来订票 我们跟票 不要分票就可以了 七张牌呢 我说了 我开牌是保的 一跟七是我看的 七如果是郎 他打得很好 就全程铁血道沟 我也没觉得 他发现有太多太大问题 十这轮发言 我听了 我说了 你明天要跳身份 晚上我是一定定赌久的 你为什么不跳身份 你没跳 十没有跳身份吧 如果说他跳身份的话 你们跟我说 他跳最多的时时平民 他一定不能是白痴 因为你打得很好 你赛前跟我说 好人要演的巷狼 其实我是演杀你的 他给你发精髓了 那就是你骗我 你骗到我了 但是他给你发精髓 你就一定是好人 所以这个东西 我就话里话跑开 你也没身份的 我也应该没身份的 那无可能是白痴 对吧 你是肯定没身份的 那你干嘛不跳呢 你是白痴打呀 你是白痴跳出来 打不多方便吗 我还是想投白呀 因为八跟一有两个 为什么 回到第一圈发言 八跟一有探知我 二底牌的一个坏动作 他说我打哈齐 我打哈齐 我可以是平民装吗 我可以是神装吗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呢 你觉得我是不好 你是给我个偏差 偏下的定义的 一就要拿这个脸来 跟风你把他打我二 但是一给出一个 我听懂的逻辑 就是九要禁验八号和二号 八号和二号逻辑上是不见面的 所以说他在二跟八 这个构立逻辑基点上面 就发生了问题 所以说一的发言 至少在我那轮是过关的 包括他打八十是两狼 把十二排掉这个点 也是比较能符合我 心目中那个想法的 我可能今天会投你十的 如果我今天弹票挂你十 你不要给我眼神反馈 你是好人也配合出局 因为我们先紧退领先两个 身份凭什么不挑啊 把你是银水投掉是容错率 我是不想输的第一盘 好吧 所以说我是建议在八号和十号里 发言先到三号选手请发言 三号玩家发言 如果二号玩家你保了一七 你又认六位预言家 因为你一定是读了九 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都是好人 狼坑就是八九十十一伤 对吧 就五嘛八九十十一伤 所以你在这边是要拉八十PK 十二在这个轮次还要保八 那是不是应该是十十二PK啊 这轮发言我认为十二号玩家 我想认他为好人的 可是他还要去保八这一点 我真的觉得有点质疑的 因为我是这样觉得的 五号玩家发完言 六没有发言 十一自爆 就一定是不想让六号玩家 去改警徽流对吗 那四号玩家名列人在这边 是让六号玩家把七八去敬验的 所以我是认为七八里面一定开飞 这是十一号玩家自爆的理由 且五号玩家应该是唯一一个好人 所以警徽给了五 这是我的一个 那个对十一号玩家自爆的一个理解 那如果成立为是八九十十一 这是那个七号玩家打的狼坑吧 八九十十一 那八九十一三个狼还要把自己 这个我认为的可能是十号玩家为好人 这样八九十一去砍石的格局比较像 八九十十一把石砍了再做石是一个金刚狼的身份 你们认为做得像吗 所以我是觉得你让饮水拍身份 这一点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定义的格局是七八开一个 然后是一跟十开一个 就是我一直觉得一号玩家不太像好人的点 且我敏一号玩家开牌 我认为他是个狼 但我没有说 因为我对一号玩家没有太多数据库 我也不知道自己敏人 这个对不对 但听一号玩家的发言 我认为他打警惠六有一点点强打 所以我今天想拉的轮次是七跟八 但是我鉴于这轮我认为七号玩家的 就是这个发言要比八号玩家少好一些些吧 所以我可能七八里面 或者你认为的八十里面 我会那个投这个八号玩家吧 但是我要想跟你讲的是 十二要去保八的 好吧 这点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八号玩家这轮像狼人的点在于哪里 七在这个位置要打的是十 他都没有要出你八 也没有要出十二 对吗 八号玩家起来就攻打七 但是十号玩家给出的狼坑 居然是八十二 他眼里没有打他的七的 十号玩家的 十号玩家的眼里是打他的七是好人 三十秒 保这个 至少不是说保十吧 因为八是要再反打七 也没有打十的 十号玩家是要打八十二开飞的 所以我觉得最差的两个像八跟十 但是毕竟鉴于十是饮水 万一他是个好人那个对吧 所以我会谨慎一点先归八把 反正这是我的意见 滚 四号选手请发言 想一想 是要尊重自己的第一印象还怎么样 因为我开牌八很像狼的 开牌你是很像匪徒的八号玩家 你们都觉得饮水自刀 是不是因为狼查查了狼 然后狼跳了女巫 避着女巫抱了饮水 所以很像杰瑞的作风啊 不想说不就这个吗 是不是啊 因为那天头时一定是最安全的呀 因为你一定是女巫呀 我是女我都选择不跳了 就把酒给推了 往下再一瓶度上去 然后再跳个女巫不是 也一定是女巫嘛 因为十一好像发言不像女巫啊 那么十一是匪徒 十二怎么能做他同伴啊 我在想啊 就是两个奥斯卡 十一好像发完言之后 十二对着他喷 他说我怎么能做狼 你是女巫 我还不汗跳牛干你啊 那十一已经是汗跳牛 十二能是狼吗 发言结构不太像两个狼啊 所以十二像好人啊 是不是十二像好人 他对着六号人说你来验我 验好我 说让四号要表水 跪着表水 那踏水狼在干嘛 所以十二不太像狼 你们都觉得八像狼 八号玩家是有可能做狼的 因为假设他不自保 我们把九归了 或把十一归了 那六号玩家一定在七八里面进验 他可能会验七 那么假设七号玩家是精髓 八号玩家你就要出局了 因为也是内推 也不能用这个罗去打死七号玩家 那一号玩家跟七号玩家 跟八号玩家就不太能是同伴 因为一号玩家成体是让六号玩家去验八号玩家的 那么我们假设八号玩家是狼 那七号玩家一号玩家就像狼和好人 除非七八是匪徒打匪徒 那一号玩家是好人 因为一号玩家就让六号玩家去验八 那一切基础是八号玩家是狼 能明白吗 八号玩家是狼 那六号玩家是好人 一号玩家是好人 那一气也很难做同伴 因为六号玩家是愚远家 一号玩家让愚远家去验了八 那七号玩家是他同伴 那七就没了 所以一号玩家逻辑上不太像狼 我从状态上保了十二 因为十二跟十一不太认识 那一号玩家跟七八都不能是同伴 所以一还行 那你是精髓 我是恋人 你是女巫 他是个精髓 那剩下就是七八是顺推 你们想推八就推八 下轮七十PK 你们觉得怎么样 因为七号玩家起来是打十号玩家的 说他自刀的 是不是 所以也没什么 除非我们一号玩家保错了 但逻辑上应该不太能是狼 因为除非七八是两个好人 所以一号玩家去让他验八 顺着顺制就砸七 因为八是精髓 他会可以推七 但七八里面一定有狼吧 那一号玩家去验八的逻辑 对话六号玩家去验八的逻辑 就不太像狼 因为他不能是七八同伴 验了一个精髓 另一个人就砸 验了他恰恰 他也不能是狼吧 验同伴恰恰干嘛 所以头八可以 好吧 我们评委席就决定了 那五号玩家你怎么看 你也是尊贵的评委席之一 其他就没什么了 我是练人过来 五号选手请发言 昨天九跟六的发言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的 六肯定是预言家 九肯定是狼 我觉得这在场上的几乎都能听得出来 狼都去打倒勾了 对不对 二号玩家你作为女巫 都已经听出来六跟九里边谁是预言家了 那么当猎人说去票十一的时候 在十二号玩家的视角里 为什么我是定中定的狼呢 因为正常视角是要站边六的 没太可能站边九的 所以今天他说我是定中定的狼 我是没觉得十二号玩家 你们保的十二啊 十二号玩家说他保八 他从来没有质疑过十 但是他的狼坑是有点虚无缥缈的 我只听逻辑我不听状态 就是他逻辑怎么顺下来呢 他必须要觉得六十 我可能有点认死了 但是今天我不会归十啊 我听你们的意见 但是你们必须要要去想 十二号玩家有没有可能是狼 因为我觉得他有断层 他在六跟九里边分不太清 他觉得九发音还挺好的 我想不明白 因为我觉得六跟九的对比 九是有很多问题的 我听你们的建议啊 你们觉得十二的状态不太像狼 但我不太信状态 十号玩家其实我觉得 我听了一跟七还是可以的 十二最后的锁定的狼坑 他没有打十 打的是一和七 他保的是八 你们觉得一跟七是打狼吗 如果不是 你们不劝我 今天就把十二归了 或者归十 我觉得今天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施十二匹 因为我能排掉一 大概率能排掉一啊 不能铁排 然后七跟八 两个人打成这个样子 不太像两个了 所以如果把一给排了 如果排错一就真没办法 因为我们都把一排了 我也是听了你们的意见 我觉得可能没有排错 那七跟八里边只出一个 十是不能放的 但是在十二的视角里边就没有十 他说一七 他最后锁定的 他把八给保了以后 最后锁定的就是一跟七 虚无缥缥地打了一圈 说我是定中定的狼 你认为我是定中定狼 必须认为九是预言家 你就定了十一的身份了以后 认为就 但六九的发言 其实 我是 我是想不到能有人去这边酒的 我想跪 七八里边不能是两个呀 我是想十十二 你们把十二保了 我只能跪十了 你们要跪八 你们去出八 我自己票别的 行吗 没有倒数吧 等一下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 给一点思考时间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请所有选手代亏 请代亏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十二号 所有选手请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投票 一号投给八号 二号投给八号 三号投给八号 四号投给八号 五号投给十二号 七号投给八号 八号投给一号 十号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投给八号 投票结果八号出局 请发表遗言 这 但讲点道理吧 那个是 我是狼 一七十不能是两个 十号玩家 是在七号玩家 跟八号玩家 互打的时候 七是攻击十的 我是水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十号玩家 十号玩家 是干我的 唯一能跟我做成匪配的 是十二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本人投了我 然后你们还认为 十二号玩家是好人 讲不讲道理啊 四位评委 二号玩家 三号玩家 四号玩家 五号玩家 我是不站对边的 警察上七号玩家 抿他的金水像狼人 我说六号玩家 像医院家 九号玩家来攻击我的 把我当作抗推对象 把我放掉了 第一警惠流 我警察说九号玩家 我是比赛 给你一点容忍度 给你百分之十 不然我就直接 给你拎出去了 如果十二号玩家 是保我的狼人 被你们这帮评委 认下来了 你们保了狼 隔着狼 打我好人 那是你们的问题 跟我没有关系 我找我自己的狼 如果你们非认为 七号玩家是好人 一跟十是两个 我没把十二放进 就算十二投了我 所以重新纳入考量范围 我是不理解的 找我匪配啊 这牌不是发错了 狼存有四个狼吧 这是一个 十一号玩家是一个 九跟十一是两个 谁是我狼同伴 八跟十是两个 那七号玩家 为什么攻击十 十反过来打我呀 那个十二号玩家 跟八号玩家是两个 十二号玩家 为什么你们认为是好人呀 十二投的谁是不是我呀 强奸了的 逻辑在哪啊 我受不了的 我受不了 我不接受 二号玩家我不接受 三十秒 我不接受你们评委 系作出的最终的判决 那个我也不能明确 告诉你们谁是两个 因为我被你们打的 实在不知道该说啥了 十号玩家是饮水怀疑我 我没怀疑过你 十二号玩家保了我 投了我 我觉得一号玩家可能很像 因为你们都认为 七号玩家是好人 没了你们自己找吧 一言完毕 你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请死亡选手离场 天黑请闭眼 如果你玩狼人杀没有露脸 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 而闷闷不乐 如果你闷闷不乐 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 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 你就会不小心创入神秘实验室 如果你创入神秘实验室 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 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 你就会蹲在下水道里 怀疑人生 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 没有露脸 而不在下水道里 怀疑人生 让他想靠近的味道 是什么 是果香 融合木香 清新宽广的男人香 清新陈玉 张扬克制 灯水调香团队 打磨调制而出 三秒发泡 泡沫绵密 舒缓 不紧帮你 不留下疲惫 让你的吸引力 持久弥漫 亲爱男友 留下沐浴路 重磅上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四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夜七号选手死亡 是否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死亡选手离场 请经常组织发言顺序 石左或石右 请给号码 十号选手 请发言 我听了四的发言 才明白为什么怀疑我是吧 因为九号玩家 什么茶沙女巫 然后饮水自刀 我认为就是八十二 因为 首先 为什么八一言也肯定是 因为十二投的 十二是最没有理由投他的 十二号玩家投了他 他说 我也不知道你十二是什么 就是他的视角里 十二就只能是铁狼 就是跟着前面保他 然后后来你们都要投八 他把八投了 然后 其次你们怀疑 其实 我平面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现在呢 我认为只有十二一张狼 就是我出局也没无所谓 但是呢 我觉得就特别 那什么你知道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就是跟我没有关系 你们怀疑我是狼的理由 是因为他汗跳了 所以我是狼 我呢 我八翻完言 我认为七不那么像狼 但是八像狼 理由我也上轮讲了 你们听的八也像狼 然后呢 然后说我像狼 我也没懂为什么 然后十二号玩家 他每轮的发言就是 我是个狼 是不是就不什么 所有的表水都是因为这个 你们认为他状态高 那我玩狼杀从来不会状态 这都是无所谓的东西 那我认为 赢肯定赢 因为我认为一号玩家不像 然后那时候金水全是好人 就全有身份 就只有他 所以谁出局都无所谓 但我觉得先投我 有不知道讲不讲道理 我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理由就是因为 他是个汗跳的 所以我是狼 然后十二号玩家 上轮他认为 他也认为我好人 对不对 他认为八是他明确保的好人 他也没好像没有打得打 其中他打的是个谁 他说他就 他的发言是说 六号玩家可能是个自刀 他的后面成发言 就是五号玩家 是一个逻辑炸裂的狼 就是他后来的发言 对不对 前半成他的发言 是保了保了八 因为我认为八是二 他说你十号玩家打错了 我还能是个狼吗 就他的所有表水就是 我不能是个狼 如果我是狼 我就跳女巫 那我是狼 我也能跳女巫 那谁不能跳女巫 他是狼就 就不能让人验 那你说 他让六号玩家验他 六号玩家会不会验他 不会吧 这发言有意义 没有意义吧 所以十二环 我认为八十二是最后两章 八上轮发言 我也没别的 我认为投我是不讲理 就是不讲理 甭说怎么赢 咱们肯定一定赢 而且不是 我不是别的 反正投我 我觉得我是不可接受的 就是凭啥 因为他跳 然后我 然后也没人说我发言 为啥不是 没有一个人说 就因为 这是他怀疑我是说 我不能说 然后甚至是说 七八不是两个 然后十二号玩家 情绪挺壮的 所以十二号玩家好人 那就把十投了吧 我反正是 我不能接受这种理由 就是 我是出局是可以 因为我死以后 把十二投了 游戏也赢 但是我不能接受 这种被扛推的理由 所以你们想一想 他是狼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认真在找狼 我认真在站边 然后 就是说 那不知道 先把十二号玩家排个水 我的天 凭啥排水 那排水得做了狼事排水吧 我做了什么狼事 没有 然后就排个水 因为啥 因为 因为饮水 我的天 我也太水了 别的没了 就把十二号玩家投了 我过了 十二号选手请发言 那个 我无法接受你是好人的 那个我们二三四十二开会 你觉得五号玩家 真的 那个十号玩家 你都不要变了 我是狼 我把八号玩家狼同伴投了 我一个狼活在场上 我还要打你们那么多 我怎么砍 怎么砍 来告诉我 你还变啥呀 我都投八了 因为我一定要活在场上 把你打出去 我认为你是狼 六是狼 就跟你做金刚狼 那个我不能肯定 一号玩家一定是好人还是狼人 但是 你说八号玩家是匪徒 民警察归的是八 你投我十二干嘛 对于情绪啊 我是狼 没问题 你还要找另外一个 你找不到呀 现在七死了 七也不能十 你要么打一十二 一十二不能是两个 那还有个狼呢 我把自己狼同伴归出去啊 八号玩家 你的眼睛里面只有一个狼 就是十二 没狼了 在你的眼睛里不是这样子吗 那个等一下你归好票 你好好想想清楚 那个五号玩家我就不太相信了 二三四讨论下来要归八 你说我偏偏就要投十二 你是觉得二三四都没有能力找狼是吗 不是我状态高 是我好人不太可能被抗推 首先啊 一号玩家我说了 他跟十号玩家表水的时候很奇怪 但是我后面听他发言 我没找到他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一号玩家也还行 对吧 你说 那个 你认不认为八十郎 你要认为八十郎八十二两个 那么我是好人 你认为八十好人 我凭什么保一个好人 我要抗推哪个 这个是饮水坐在旁边 我抗推谁啊 抗推七跟一吗 你的眼睛里只有一个狼十二 对吗 我保的是八 你也不归票八号玩家 不归的吧 没归吧 我就要定票投十二 你说今天就十十二PK 你把七八都放下来 这是你的话 你的话吧 没错吧 那么我保的是八 你认为八十郎吧 你不认为八十郎 我凭什么保一个八 我的匪徒结构在哪里 你的眼睛就十二一个呀 我真的无法接受 我不相信UK 能够这样子 好人这样 我不信 你本来发言就很拧巴 十一 为什么五号玩家不能是那个 为什么这个 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 你再下去 一加一等于二 二为什么二等于四 你都来了 不就这样子吗 那个四号玩家你订票 那个十号玩家 我也听不太懂 那个就听听一发言 一发言如果是好人 就把十号玩家投了 然后如果游戏不结束 还是干你五号玩家 好 就这样 一号选手请发言 你就觉得十四狼就可以了 你还怕是出去不是狼 然后转出来 给自己留点余地吗 我是觉得十四那个狼 我也不想跟你们后织 四位评委对话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想用 这样你们保证一下 我是觉得这盘我打的是 没啥问题的 因为九号玩家的 他的八二的紧回流 我是觉得是很渣的 因为八个阿波台相见面 那二号玩家 你仔细地反馈一下 你去反映一下 八号玩家 他是说你比较像狼的 他说你不好的 我是说对你的底牌 出于很好奇的 我没有说你不好 因为我说你拿到盘之后 下一下就扔进去了 其次你起来那个眼神 那个打哈这些东西 像是演的 这是我对你的好奇心 可以说是警惕性吧 我对你没有敌意的 这样的对你的方式去说的 而且我说九的八二 紧回流是很炸的 这是我打九不是冤家的点 其次第二点 那个七八号玩家 为什么会说去敬验八号玩家 首先七号玩家 现在吃到是好人吧 那首先我觉得六号玩家 我当时说的验到八 我不是改他紧回流 我没有资格改他的紧回流 我是说五如果说跳女巫 当时我还不知道 你的发言是女巫 因为你投了六 我怎么想都想不到 你会是那个女巫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成底是那个六 去跟那个十一对跳 所以我说如果说五跳了 然后六号玩家 发不了言的情况下 他就去验八 因为我觉得七八里面 是肯定开一张匪的 但是七八里面 是一张匪我没有找到 那你们仔细想想 现在证明八少玩家是匪吧 总部间的十二 两个人现在这帮 这样吧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认一下 那我八如果是匪 我是不是叫阿景会 去验我的匪呢 你们可以觉得我是个倒钩 但是八号玩家 是逐利攻击我一的 而且昨天八号玩家 是没有道理投到我一的 他的打了三天的七 七打了三天的八 他有什么资格 不去投七投我一呢 就因为你们说 一号玩家跟七号玩家 都是好人 那一号玩家跟七号玩家 都是好人 他凭什么觉得 七号玩家像是那个好人 一号玩家像是那个狼呢 那投我呢 所以说就没什么 我不会跟你们对话 我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十 这一轮投也是挺关键的 不是说游戏输赢关键 游戏输赢肯定是关键 因为我是张平民 我上一轮为什么要跳身份 上一轮我觉得就是七八轮 自我没有必要去告诉狼人 我的身份 所以我是个平民 你是个女巫 三五里面开一张白痴 开一张平民 所以怎么样都赢 你们把我认下来 就十十二顺出 只是我今天 昨天投了一轮八 我觉得是投对的 不想一振一副 所以说我今天 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我觉得就是十 十二不是 就这样过了 二号选手请发言 就投十 就投你 你应该是上个轮次就走的 我说了 在我发完言之后 我就要你命了 就要你跳身份了 你不给我跳 你这轮给我跳平民 就把你投掉 一我保了 一我放下了 不准打一 一我放下了 我坚持我的判断 开牌 敏的一七是好人 先骑持刀的 就弄你 没有理由 因为这个 这个大小姐已经说 哎呦 我就要敢 我就要敢 五是自刀狼 五是那个 饮水 那个那个 愿家自刀的 疑似愿家自刀 做的金刚狼 那你要盘 那按照这个大小姐的逻辑来 八是狼 五是狼 六是狼 十一是狼 五是孤狼 那么今天先投十 你看游戏结不结束 你是好人 他是好人 我明天再帮你开会 五到底是什么 如果投十游戏不结束 不好意思 坐火箭 就就离开狼王宝座 可以吗 我是铁了心的 今天要干银水啊 没关系 小光老师 你觉得他是狼吗 至少上一轮的七 我给对了 一 百分之五十 一次是对的 我定的位置是八十PK 因为十二是要求六去验他的 除非六十二两狼 对吧 六自刀 做十二性狼狼身份 这个逻辑只能套在你身上用 而套不在五身上 因为十一跟九的发现 是认为五是好人的 十一是默认五底牌是女巫的 因为我是投花票 投到六身上的 所以说你打五就很牵巧 很突兀 明白吗 不好意思兄弟 没位置了 你是发言没问题的 你逻辑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好人 所以没位置了 你是挤出来的疑似位置牌 所以说我会投你 投错了 那就是我的问题 场下我们还是朋友 你那杯喜茶 我可以帮你带喝 因为待会我就走了 我就打一把 好吧 笑一笑就可以了 游戏输赢不重要 开心最重要 好吧 场下还是朋友 那今天可能我会尊重我的底牌 把你投掉 因为你自己说了嘛 投出去你也是赢的嘛 你就把你心目当中 最后一张狼牌给我 提示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30秒 对吧 我这个人呢 就是 可能 平时我确实演了 那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为什么演 因为我是张女巫牌 我看到张牌以后 我要装平民 先把牌扔掉 然后再哈齐一下 他们永远都找不到我 这就是我心如理成 我是很会演的 你们说对了 所以说周小光老师 跟我打这把 我是好人 你开心吗 你开心就可以 先把气氛吵吵活 不要到时候输掉以后尴尬 我希望大家输了游戏 也输了开心 因为游戏也赢了开心 好吧 就这样子 来吧 不要太有压力 小红 小红来吧 小红 三号选手请发言 三号玩家发言 首先你们告诉我 杀气是笨什么杀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要盘 六号玩家是那个 自盗的狼人牌 去给了这个五号玩家精水 那你们就还要得盘 六做的金刚狼身份 只能是三跟五的一个 我是被你们全场认下了 没有必要做我身份 那只能去做五号玩家身份 五号玩家是那个 在那个位置 连四号玩家是个猎人的 要归票的都要去反的那一张 我认为五号玩家 不太能够做成狼人 且五跟十二不太成立 为两狼结构 对吗 那场上刚才那一轮 就七八我认为 就一定会开匪徒 对吗 因为如果七八都不开匪徒 一还是个好人 十二还是个好人 那场上你们告诉我 只有十一个狼 没有狼了 那如果六是那个自盗的 把锦盔给了五 只能是五跟十两个狼人 对吗 我们都要去归八 他不要归八 他要去归十二 那这轮就一定是先下十 如果游戏没有结束 你们要认下一 起来五十二PK 只能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吧 那这轮 讲道理 八出局了 八号玩家是单票挂了一 我也是没有看懂 八号玩家这一票挂一 又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觉得 一挂像摸牌 像狼人 且发言 那轮我觉得有点强达九 但是二四你们都要去保一 二要去保一 四要去保十二 我是没有一个人想保的 所以在我这边 就是一定也是会把十号玩家下掉 就当是拍水 因为十号玩家 二号玩家总是名女物吧 他在这边就一定要强较一跟十拍身份 你到现在也不拍 对吗 所以就只能走了 没办法 平民也只能走了 是这个样子吗 一号玩家又拍了个平民 我认为就先下十 游戏不结束就五十 没有了 有可能下了十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十二号玩家发了一句言 他说八十二是两张狼人 我一票归了八 我把一个我的同伴归掉了 我起来一个孤狼在肠上 我怎么刀得过来 这个发言 我只能觉得他可能排在十号玩家后面了吧 因为我盘不到六号玩家是一个狼人要自刀 他起来就把二杀掉 二读了九 起来三狼找两神还难吗 所以五只能试金水啊 那场上盘来盘去的格局只有一个十 三十秒 不结束只有十啊 所以我也会下这个十 前提是你们都要保一 没了 四号选手请发言 嗯 讲一下 哇 那如果赢水是好像好吃亏啊 好好内疚啊 你们要把它看出去 就是因为七位侍郎发了一个 就你们觉得狼 卡下狼 要他自刀 我想一下十一干嘛自爆 是因为你跳的他自爆 还是因为我订票投他的他自爆 哇 如果假设 他是狼 狼金水的话 那其实挺难打的 但这个东西不太能盘吧 不太能盘吧 我们就不要盘这些东西了 过滤掉吧 如果是的话就是了 如果是的话也就是了 好吧 别去盘这些东西了 十二也不能是狼啊 他是狼对着金水输出啊 他要抗推金水你敢信 因为他前面发言也说了 他觉得六号玩家可能是自刀了 给五号玩家同伴金水 对吧 他就这样也发过一样了 你确定你把医保下来吗 因为你也不会死 死的可能是三号玩家平民 他已经交身份平民 你金水交什么身份呢 那狼下一道不就杀你吗 那十号玩家其实交过程 他说他是平民啊 这点不要诬陷别人 对吧 那下一道可能三号玩家就死了 然后起来还要推一个 对吧 我想一想啊 嗯 因为首先七八里面 你们觉得要开狼吗 不太能是两个好人打成这样啊 所以下了七 八有可能是狼的 别告诉我八一定是好人 那如果七八是两个好人 两个匪配你们找到了吧 金水金水 你保了一 我保了十 没有匪配啊 除非就是六是狼自刀了 除非是他自刀 那我不盘这些东西了 试的话就试了 太恐怖了 试的话也太恐怖了 我们练人也没办法 改变不了的 继续是识 那你们 今天识可以排水 我觉得 你可以排一下 排完之后 因为他保了一 我觉得识状状态不太小狼 识状是狼吗 我想一下啊 是我保错了 还是十 要演到我了 他是狼打金水 他说六是刀 他说先干十 干完十再跟五干 因为不能是狼 三五不能是两个狼 是金水 我是猎人 你是女巫啊 七是狼 我想一下啊 七是狼 八是狼 八是狼 七是好人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逻辑是从一号玩家 到七号玩家都没有狼 三十秒 那八是狼 九是狼 十是狼 十一是狼 你的 有可能是四年狼的 位置上有可能的 那就先排十吧 就配合警察和工作嘛 因为 如果你认六是愚人家 金水 金水 猎人 白痴 也不会数 对吧 那就先排个水吧 好吧 十号玩家 过了 五号选手 请发言 归时可以 十二号玩家 你要是好人的话 麻烦下一局开始 那个 我 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第一 昨天为什么宝八 为什么 不觉得十项自刀 然后打的是一根七的狼坑 第二 六跟九里边 为什么你觉得 九有可能是原家 六有可能不是 第三 昨天为什么宝了八以后 又去投了八 为什么宝了八以后 又去投了八 我觉得 我觉得十二是 真的是伦伦做废事 要跟我PK 头疼 没关系 明年你跟我PK吧 咱俩PK 反正明警察 你就算他们三个嘛 你也不跟一PK是吧 跟我PK是吧 行 咱俩PK 投十 再亏 再亏 谁再亏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请所有选手代亏投票 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十号 所有选手请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停止投票 一号投给十号 二号投给十号 三号投给十号 四号投给十号 五号投给十号 十号投给十二号 十二号投给五号 投票结果 十号出局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本局游戏版行为 玉女裂白 其中狼人阵营为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预言家为六号 女巫为二号 猎人为四号 白狮神为五号 平民阵营为 一号 三号 七号 十二号 第一页 狼人落刀十号 女巫开解药 形成平安夜 预言家茶叶三号为好人 第一天 上井团结 六号当选为警长 十一号 狼人自爆 第二页 狼人落刀六号 女巫撒毒九号 预言家茶叶五号为好人 放逐投票环节 八号被公投出局 第三页 狼人落刀七号 放逐投票环节 十号被公投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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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遇见 三号一号 一号 三号 先 三号 感谢观看 第一局比赛 在总决赛的第一天 果然啊 所有好人老人都崩得很紧 都使出了浑身泄书 主张你的好朋友厉害 二号宝强曾经是我土地 他可能把我平时教他的东西 全部放回来了 我认为他只是本色出演 就很正常 他找到了当年和我学习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他很不错 当然其他好人也很不错 虽然有过各种怀疑 各种怀疑 但是最终坚定不移的 每一头都归死了老人 那我们先选一下 好人阵营的MVP 三二一 我是给二 但我认为七王家也很优秀了 七王家在第二天是罗典的四郎 八九十十一 他连十二都没打 一也排掉了 然后就是就剩下十号 我家也排进去了 所以我认为七王家 第二轮发现是非常亮的 而且我认为八王家出处 很大因素 因为七王家 他们觉得七发现很正 七八一定得出完 一定是八不能是七 好人也是用这个来打下去的 而且狼队也觉得 七号抗推不能 先把他干了再说 所以七八里面 一定是七王家把八抗推了 当然如投队票 在那边投队票排拉刹狼 怎么四推四郎 也非常优秀 最后坚定不移的 要出十号的十二号 对吧 当然后面 他们都说是排水处 选个狼队尽力 狼队 如果选狼队努力的话 我觉得我很简单 狼队尽力就很难 我不知道三位会不会一样 我们先投一个 然后再变 好吧 再变 三二一 我先听听你们意见 我先说说我的意见 首先从轮次概念上 他们都没有为狼队 争得任何轮次 对吧 汉跳连警惠都没有 当十一号查下牌 自爆以后 九号还是没有被女无人下 八号第二天 几乎全票起飞 十号也是几乎全票起飞 所以严格来说 他们所起到的 对狼队的效果 几乎为零 虽然不是零 八号和十号也骗到一个人 不能说零 但十一号第一 他起跳的女无 这有价值的 女无起跳了 他没有被猎人认下 猎人起跳了 起码他的行为 让狼队找到了两个好人 虽然这一个观点 不足以证明他一定是尽力 但是我很难去选其他人的尽力 包括我们以前 如果四个狼表现都很普通 会优先给汉跳 但是汉跳制定的战术 是他失败的 几点 全部被揭穿 除了八号以外 全部都被揭穿 如果十号不是自刀 可能还能混两天 十号因为是饮水 第二天就被揭穿了 所以我没有 这次没有选择汉跳 当然选择十一号呢 也很勉强 因为他的自爆 虽然说看上去 对狼队来说是一个损失 但是预言家不得不 去验射五号 而五号玩家 在我们上帝视角看到 是一张白痴牌 是一张精髓牌 验穿是一张精髓牌 所以说外之位 不会再有白痴几条 去躲那个扛退位 剩下只有你们自己去玩 因为他一个人找到了女无 但这个格式是九号玩家建议的 九号玩家建议你 可以几条女巫 他几条了女巫 猎人牌认不下他的发言 几条了猎人 精髓牌是个白痴 预言家不得再改进他 他们都在问 十一号为什么自爆 他自爆 第一就是他和女巫的无形态 第二不能让预言家报业人 报查业的信息 因为如果预言家 在七号和八号里面 选择敬业症的话 狼队其实扛退位 就很少很少 如果验出来 八号玩家底牌是狼人 七就很难被扛退 最多是十二号玩家 可能上轮次 可能上轮次就十二宝了八 这是我选择给十一号玩家的逻辑 我估计文字老师和我说的差不多 所以我也就不问他了 因为这把是好轮全天 狼是没有扛退过任何一个好轮的 那我只能是通过他们翻译 能不能验到更多的好轮 去选这个经历 那首先杰瑞实地没有了 对吗 然后那八更时 至少他们有验到好轮 比如说归八那一刻 武汉人是归了十二 那我只能说默认可能武汉人被八给骗了 去投了十二 那归时那一刻 十二号玩家去投了五号玩家 那我可以说十二是被十二号玩家给骗了 去投了五号玩家 可以 对吧 八十为什么选十呢 那八十为什么选十呢 因为八号玩家发言违规了五回的时候 有道理 好说一下八号玩家发言违规的事情 因为八号玩家在一言阶段发言 我们不能说 有违规嫌疑 精裁办组一致 本轮游戏八号玩家 扣一分 也希望八号玩家 无论他的底牌是什么 发言一定要尽量的规范 如果偶尔有轻微的疑似违规 裁办会根据程度给予警告或者扣一分 那我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扣货 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可能是一种幽默或者什么 但是我们毕竟是华山论剑 职业联赛 所以我们会有一定的规范性 那么也希望八号玩家所属的门派 在第二局第三局里 可以不受这个扣分影响 取得好成绩 那么 我再说说说说话 我们还要投 对对对 其实狼对发言好 一定是八五年发言我是最好的 但是我听了解释 我认为给诗一可以 因为诗一自曝 让他紧回头念了五 没人出七八里面 实际那个狼 还有机会可以抗推 因为牛说 让他紧回头七六八的吧 如果八年出吃狼 然后七八可能就被跑下了 所以他自曝这点 我是能接受的 他是想帮狼争个轮次而已 所以我可能会给诗一把 那我们再投一次狼队的敬礼 三二一二 恭喜十一号玩家 那么第一局游戏 好人的MVP是二号 狼队的敬礼是十一号 那么我们也期待第二把的比赛 如果说警惠的是他 一切是 起码就打个多打个双 不过 我可以让你回到案发那一天 行啊 等我的状况再好一点 就现在 上一 进来 好的欢迎回来 那首先恭喜好人阵营第一局 拿到了好人的春天 也为我们本赛季总决赛第一天 或者说整个总决赛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好投 我记得上一次踢馆赛的时候我也说过这句话 说完之后狼人就十八连胜 现在总决赛就不一样了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这局拿到女巫Carrie全场的好人阵营的MV 我们的宝强 我们知道坐在宝强边上是要悠久点的 因为宝强很容易就干自己人了 好宝强先说一下这一局的感想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 旧十号的时候有想过他知道吗 旧十号的时候没有考虑过 没有考虑过 然后第二个问题 当这个九号给十一发查杀 我相信你一定会判断六更像预言家 对吧 警察唯一一个能投票的 那么当十一号跳女巫的那一刻 你当时心里有变化吗 我没有变化 我觉得六一定是钢铁原因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这是可能说 就是选手跟选手之间的一种熟悉度吧 且六号玩家他起身第一个发言 我们抛开熟悉度不说 他的发言独立发言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他近视角以及警惠流程没有问题的 说明理由了 对对对 而这个东西要一步步推过来的 七跟一是我眼保了两张好人牌 对吧 三是吃精水的 那么我的心里位置感 四五肯定会出狼 那么他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把五号玩家打开 就很像张预言家牌 对吧 这是视角问题 就是他的验人和心如立审 跟你的是重合 对对对对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 我严杀的是八 因为八开完牌是放光的 而七说我像好人八说 这一期来攻击 来看我底牌的时候 我就锁定了八号这个位置 而九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他近的景惠流是八号和二号 打八号的同时就非常像打自己狼队友 来拉我二号的票 但一号玩家的逻辑是说 八跟二不能是同时禁言两个 八跟二不见面 所以说一是我听发言听下来的好人 而九打八就非常像队友 那么我听了九发言的时候 给十一报的是查杀 十一的发言是 我们是未知的 但是表情反馈 我做的是二 他坐在我对面 我看到他那个场外反馈 好了你一定是狼 你一定是狼 那一定是狼 就是说 就是说我听完他发言之前 我没听他发言之前 我就知道了 六十一言家 九十一狼叉叉狼 不管十一跳什么 我都会令女巫先把酒投掉 晚上把十一读掉 不管跳什么 他跳枪我就应该投他 好 第三个问题 有想过不跳女巫 顺势出酒 晚上默默把十一读了吗 没有想过 就是要跳身份 就是要跳身份 就是要正视角 告诉你紧下 紧下十一个好人 紧上四个狼 这个跳身份有两个理由 我可以很自私 偷偷摸摸的 先把酒投掉 再把十一读掉 这样子的话 好人还会多一层思考量 二道理紧下是什么 可不可以是倒沟 对吧 那如果说 我把身份跳出来以后 好人的位置学 位置感就出来了 我们这边是连好人 这边可能是连老 你说这个 我觉得很赞同 就是 如果第一天你不跳 第二天你说你是女巫 那还有可能会说不清 对啊 对吧 你就说 十一是女巫 独了外置为谁 哪张牌 但其实是狼人刀的那张牌 对吧 对 你这时候你跳女巫 可能 或者说不说可能吧 就是说第一天直接跳 并且还战边六 两个女巫都要出九 跟第二天跳出来说 我是女巫 我把十一读了 好像还是 确实是第一天跳 更能正式 对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怀疑十是做身份的那个狼 那个时候也已经发言了 我当时就说了 十你明天必须跳身份 你必须跳身份 你可以去看我第一段发言的时候 我说你十明天必须跳身份 因为我确定了九跟十一定是两个狼 你明天必须跳身份 因为输就是你这一手 其实这局打完之后 首先 好人阵营是春天 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好人 因为好人而出局 对 这就很不容易了 其次 我们想一想 这局狼人的战术 狼 查杀狼 加自刀狼 加盗勾狼 像这么一个 就在我看来 在玉女猎白这个板子 已经是 极限战术了 尽量被好人打了个春天 确实这局 好人配置 实在太强了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 大家是好人 头都不铁 你看我们四连好人 开会 先外主 先认一个好人 再认一个好人 一点点来 那么 大家都是好人 总共会跟美好人 手投票了 大家又不是 在以前那个 里面要装逼 要修操作 大家懂 总决赛 都是稳扎稳打上来 都是为了决赛 为武林某种 而夺冠的 都是都很稳的 好 这局确实要为 好人阵营 鼓一下掌 好吗 希望观众们也 啪啪啪啪 打打66666 我也好 这局的八个好人 鼓个掌 然后 今天呢 其实宝强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原因在 因为宝强特别爱女朋友 那必须的 那肯定 你发现没有 今天我们桌子上 又多了些东西 好像 这个香水 我英文不想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亲爱男友 男士沐浴露 可以买 你还没试过就买吗 因为我光进来以后 就闻到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事 不明亚体嘛 好香啊 好香 是好香 是很香的 是很香 是很香 真的好香啊 太香了 你知道这个沐浴露 它的主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它是男士的沐浴露 然后 宣传口号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女孩子喜欢的味道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我跟你说 这个沐浴露 真的好香啊 对 我跟你说 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沐浴露 为什么 因为你买了这个沐浴露 然后在我们华山论剑的舞台里面 或者说 什么到时候 大型聚会的时候 你喷了这个沐浴露 可能哪些妹子 为了你的香味 慕名而来 有可能了 有可能了 然后就不敢 就不想投你了 对对对 你今天边上坐着谁 好像是小红人 小红人一定不会投你 你现在这个手已经插上了 待会小红人 你会说 嗯好香啊 我不想投你了 这样子好啊 龙哥 待会第二盘不是我的 是我们家混混的 把这个沐浴露 给我们家混混擦一擦 三方男性的魅力和味道 那接下去 配合一下 不想问我一个问题 那么龙哥在哪里 可以买得到呢 快点快点 龙哥 那么香水在哪里买啊 沐浴露在哪里买啊 哎呦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太专业了 大家可以天猫 天猫搜索 亲爱男友 哦可以 天猫搜索亲爱男友 然后呢 在这个旗舰店上面 找客服 找客服干嘛呢 你就说华山论剑 打出四个字 就会有很大的惊喜 好吧 一定要记住啊 亲爱男友 天猫商城里面啊 华山论剑 几乎四个关键词 对 找那个天猫 亲爱男友搜索 找到店铺 找客服 输入那个华山论剑 就有惊喜 好的 真的好香 对 龙哥我想问个问题啊 那报你名字 有没有折扣啊 报我名字 打骨折 骨折你确定了 现在我就下单 现在就下单 打骨折 好吗 然后 也跟观众们说一下 因为本次这个总决赛 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也感谢这个亲爱男友 男士沐浴录的大力支持 然后 除了我们每天直播间会送出一位 幸运观众 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 亲爱男士的沐浴录之外 我们新浪官方微博啊 每天的这个微博上面 也会抽出一位 幸运观众 哇 你看我们现在 这种上越来越多 那个 观众们福利也多 包括我们有成栽 雪花酥 大家也可以 太好吃了 对 真的好吃吧 我跟你说 龙哥我再给你分享个小花絮啊 我今天我发了条微信 我说 头石指头雪花酥 其他都不要 这就是真心话 这真心话 一定是真心话 对 我女朋友爱吃 我妈也喜欢吃 我同事也喜欢吃 是吗 而且最近我发现 泡牛奶吃就更加好吃 哎呦 就这嘴巴里那个香味 就就扑出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 对 所以观众们可以在这个淘宝 搜索店铺 小校临时铺子 就可以收到了 好吗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奖品呢 会在这个总决赛 7月25号结束之后 我们一周统一发放 所以中奖的观众不要着急 8月初你就可以手上 一边吃 一边洗澡 一边吃雪花酥 边上女朋友就 就就吸引过来 根本跑都跑不掉 那肯定呢 泡妞神奇啊 泡妞神奇啊 好 那第一局 恭喜好人阵营 拿到了一个漂亮的春天 希望第二局再举再丽 好吗我们再继续再见 拜拜